上午11点张继科突作意外官宣 刘诗文彻底死心 科文链高吹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张继科 关注刘诗文的朋友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 那么就已经了张继科的一些所作所为 那么我们也知道 其实自从张继科因为伤病的一些原因 选择退居二线之后 其实这一段时间 我们也看到这两年以来 张继科好像是转变了身份 成为了娱乐圈的名副其实的大明星 接连也是参加了很多的一些综艺节目 尤其是一些恋爱类的一些节目 也让张继科在其中 受到了很多的一些热议和欢迎 所以其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张继科虽然说没有选择官宣退役 但是实际上 他已经把自己的事业重心 完全转向了娱乐圈 也就完全转向了一些电视节目 可以想象的到的是呢 如果说他将来真的是特异的话 很有可能会有一个体育明星的 像一个这个娱乐圈的明星去发展 就像此前跳水王子田亮那样 而我们也知道 其实也许也真的是人红是非多 随着张继科这边呢 把更多的一些重心 跟他的一些事业放在娱乐圈当中呢 那么在最近 他也是传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个绯分 那么就在最近我们也看到那么随着王力宏这些明星出了风波之后呢 其实张继科在最近也是莫名其妙上了热搜 而且也传出张继科那么在此前和某个女明星呢 生了一个孩子 那么在目前的还处于一个隐秘的状态 而我们也看到对于这样的一个指责 或者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抹黑和造谣 那么张继科呢 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也是正式做了一个表态 那么就在最近上午11点钟左右呢 那么张继科也通过他的一个张继科工作室这样的一个官方平台呢 发布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官宣决定 也就是说呢 针对目前去造谣他和某个女明星有感染 并且呢 有生私生子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抹黑呢 他也要去针对这一些行为呢 进行一个追究责任 并且呢 将来呢 肯定会继续去告这些啊造谣者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举动来看 其实也能够看来出来 那么目前张继科呢 确确实实呢也是非常生气的 对于这样的一个造谣行为呢 也是零容忍的 他一定要用自己的一些行为呢 去捍卫自己的一些合法的权益 当然其实啊 恰恰也就是从张继科做了这么一个重大的官宣来看呢 我觉得其实恰恰也能够表明 他现在呢 已经是身在漩涡当中完全不能够出来了 虽然说他可能现在确实是啊 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一回事 而且呢 他也是发出了声明去否认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其实恰恰能够看得出来 现在张继科呢 真的是完全是娱乐圈这边的人士了 和此前的刘诗文的那些昔日的恋人 基本上是两个圈子里面的人了 而我们也知道其实呢 本质上的话体育圈和明星圈 这本身两个圈子呢 基本上是互不相拥 也没有太多的一些联系 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么在之前的话 刘诗文和张继科这一段几年的恋情呢 让很多球迷真的是一难平 很多人也都非常的期待 让他们在之后能够复合 但是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 那么张继科呢 已经是铁了心 要在娱乐圈这边发展 所以可以说也和刘诗文这边呢 可以说是渐行渐远 那么两个人呢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些交集了 而且现在随着张继科呢 也是深陷各种逃射粉纹当中呢 我相信刘诗文看到了也会彻底的死心了 所以总的来说 从现在来看那么在此前的传了很多年的科文链呢 在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可以宣告告吹 那么现在的那么张继科已经是把自己的一些更多的一些重点放在娱乐圈身上 可能将来说不定了他真的有可能和娱乐圈这边的女明星进行一些结婚恋爱等那些行为 而刘诗文呢 那么其实在之后的话很有可能会继续在乒乓球教练这边的一些行业去发展 我这样一来其实双方的基本上没有太多一些接触的话 基本上呢这一段恋情甚至友情呢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些进展了 所以总的来说那么我们呢也只能够去接受这样的结果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